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如何把网页上的视频下载下来的小教程 有的时候我们会在网站上看到一些想保存的视频,想下载下来 那么网站如果不提供下载通道的话 就需要我们自己去找这个文件 我们先随便打开一个视频 然后等它缓冲完毕 我用的是IE浏览器 等它缓冲完毕以后我们把这个临时文件找到 很久之前就直接找到它就是MP4格式 现在都写成了DAT格式 DAT的格式播放器没法直接读取 需要再多做一步 好,现在视频已经缓冲完毕 我们找到IE浏览器的工具或者设置工具 然后工具里边有一个internet选项 我这个是英文版的 中文就是网页选项或者互联网选项 就是internet option 然后在这个general通用这个页签里边有浏览历史 浏览历史下边有一个设置 我们点开设置 设置里边会有临时网页文件 我们找到临时网页里边的 所以我们可以随便点开看一下 这个的大小是300多k 我们的视频肯定会大于这个 然后我们看一下 另外还有时间 比如说我们刚刚是大约是10.05分左右 10.04分 一个10.5兆的视频 大概应该是这个 可以都试一下 因为我刚才试了自己下了几个视频 所以现在这个是9点多 所以比较多 但是一般球下你看的话会只有一个比较类似的 然后我们就右键选入这个视频 选择属性 首先会看到第一来有一个mms开头的地址 我们把这个地址复制下来 可以都复制下来 把后面删掉了 然后或者你直接复制到有一个视频文件后缀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找这个 我们先直接复制下来吧 直接复制下来以后 你看迅雷就自动打开了 我们要找到这个视频文件 有一个视频格式 看到了mp4这个地方 mp4后边的东西我们都把它去掉 它应该是其他的东西 然后我们再找到开头mms 这里可以改成http http 这样呢 这个名称就显示出来了 我们点击下载 如果https不行的话 你就用http 就试一下就可以 然后我们点击确定 发现这个文件 基本上就下载下来了 我们打开看一眼 那条狗的视频 看看是不是 这个视频 它已经下载下来了 我们 或者我们去找到 这个视频的原文件 打开文件夹 打开文件夹 就是这个视频 如果你不用迅雷的话 也可以把这个复制到 那个 Chrome谷歌浏览器里 我们找一下 直接复制到 直接把这个地址复制到浏览器里面 然后MP4后边的都删掉 来MM改成http 然后点击确定 然后浏览器就把你带到这个视频的 网页 然后我们点一下边这个三个点 然后选择下载 这样这个视频 你会下载一下 基本上方法就是 大哥呀 对不起 我实在是拍不动了 看 左往后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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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载完毕了 我们把这个文件打开看一下 就是这个视频 好今天教程就到这里 希望被大家帮助 谢谢再见 家а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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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家 呻 家 感谢观看